早安 今天要去新西园的巴萨吃早餐 那边有一个小巴萨 今天一早就下雨咯 早上睡醒下雨天 卖榴莲的这么早哦 卖鸡肉的也这么早 一早点 早点 c 二 四 四 四 七 四 四 在对面 又蹬回来就可以了 在这里 我们走进去 就是新CM巴萨了 原来孤立的CityLink已经搬来这里了 前面就是新CM的巴萨了 这个就是 吉林新CM的巴萨 它是一个小巴萨来的 对面有卖很多小吃 下雨天好麻烦哦 这里是著名的福建面 两个兄弟在吃哦 哇这福建面好哩 巴萨最出名的就是这家福建面 我在等着面哦 去拍拍给你们看 其他的店 这里有烤面包 这里有一家鱼鱼鱼鱼面 这边卖多谢 我就逛一千给你们看 这里没有栽的栽 栽菜 这里卖高 这里有插柜 这里有插柜 这样就走一千咯走完咯 走完一千咯 走完了 面也到了 这是卤面 咖啡咖啡 快去 他有面好热 嗯他的卤面好吃 这是卤米米粉面 我吃了两口好吃 好吃好吃 好吃好吃 那几个都咧 很靠谱 一盘五块半 小的 就是这一家 下雨天了 就在这里好爽啊 喝咖啡 吃饱了 还是麦当劳比较好啦 先麦当劳喝咖啡 下雨好麻烦啊 要去拿车都麻烦 这就是刚才我们去吃的巴萨 这就是刚才我们去吃的巴萨 今天下雨天好麻烦哦 上下车都麻烦 下雨啊下雨下雨 下雨天了 还是麦当劳最舒服哦 谢谢啊 我们都烘了 切磨歪 看一下三只手 谁的最老 不会害我 我最肥啦 最肥是肯定是我的 我最肥是我的 哈哈哈哈哈哈 下雨天啊 一杯 哇香香的 麦当劳咖啡 一击棒 去Nunas早备吃 你去挖 多死 奴乃大树下的银吞面 我们要去吃啊隔壁的 板面 老羊祖传银吞面 下雨咯 这当奴乃板面很好吃的 之前才来吃不了又带刀回来 今天要吃到干的板面了 我又回来咯 今天还有卖鸭饭 下雨天咯 这边还有姜鸭好吃 下雨天咯 再吃一下 这一层见不得 不采用你 那不是今天是红柠辣包来的 红柠辣包来的 哇 这个姜鱼好热 好热好热 姜鱼 来 干干干干干 一盘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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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鱼鱼的味道很好 很苦 这个鱼鱼里面找不到肉 有没有走到骨头而已 好吃 反面好吃 只是这个姜鸭 没有什么肉 比较烂脸它的味道 才一才看我们这样吃多少钱 我看给50块 找回12块 应该是38块 吃饱咯 吃饱了 还要去打包银吞面 卤奶的银吞面 银吞面几点开 几点关 这是我 可以电话号码 坐下来 等打包的 看到这个酥就是 卤奶的大树下的银吞面 打包来喽 16块半 一包5块半 又吃又打包咯 又要出去找美食咯 找晚餐 你吃饱了 巧遞 按钮 OK 打的不行 干呀 还拍拍过 这些养牛人危险咯 哎呦 这么多牛 干呀 哈哈 sea 小心,要闯过来啊 我们来大三角找晚餐 我要去大三角的观音亭,后面那边拍美食 对不起,不是观音亭,是百公斤 大八公 这是大三角的旧街 广西复见面,就在对面 那,这就是广西复见面 这个就是百公斤了 好多东西吃啊,这里 大三角的百公斤 这什么,哎呀什么 这什么 这什么 这个就是著名的 松鱼头 哇 松鱼头一流 松鱼尾 这里是旧的 我们要去新的 新的在隔壁 这里有卖榴莲 这么多榴莲好卖 哇买榴莲 这里就是新的 大三角百公斤美食街 看他怎样切南瓜 15块啊 人家15块 哪里 找位子抓 见面 雲吞麵 这里还有歐多炸鸡 这里还有很多档 越南春间 京城家里面 白家里面 烧花面 大姐的资料 这边东西好看 但是不是很好吃的 我们只买糕来吃而已 等下去别个地方吃 这样一包两块钱 两块两块全部六块 它的糕比较没有味道 我来这边打卡而已 不大想在那边吃 等下去别个地方吃 大姐去买糕 请说这边糕不错 你要多少钱了 小的就好了 六块的 小辣 六块钱的糕架来了 六块钱的糕架 这个咖啡 2块 这个2块3 没有没有这个糕架 它给一个小汤匙 就可以咬它的花生 因为它的花生很大 好吃 味道 因为慈祝 这盘猪脚饭 10块 哇 肉肉 很少 很少那种 还是要煮几只 我吃了一口 广东话叫做妈妈的 10块钱 这边全部是26块3 加水 吃饱咯 没有什么吃啊 吃一点而已 这里是旧的美食街 这里的东西比较好吃 我们还是去其他地方吃比较好 感觉这边食物不适合我们 这排队的就是Brabbit的那个菜头柜 那个树已经生在屋顶上面咯 这是大山脚警察鸡大条街 这就是所谓的警察鸡 我们还是去回味吃比较好 熟悉的地方 刚才碧公井那边是好看不了的 不适合我们吃 这里有一家竹炒 回味不错的 好吃 价钱又公道 我们就来这边回味吃饭 这就是回味 美食方 回味 这里有鱼咯 这里有鱼咯 这里点菜也是用scan的 全部用scan咯 刚刚老板娘跟我讲 一杯叫什么水 黄梨番薯业 黄梨番薯业 你们有喝过吗 老弟讲很好喝的 我也不懂 他们两个假的 他们厨房很好生意哦 这是传说中的黄梨番薯业 他们说回味这边最拿走的 你还想很好喝呢 他真的会起来 就这样吗 喝鱼咯 喝了喝了 我是感到这个score比较好啦 好够黄梨番薯业 我们差不多等了半个小时 终于有得吃了 好够黄梨番薯业 虾锅肉 红瓜汤 这里的菜不算倒是 提供它的那个黑口吧 很难吃的这个 而且还一样菜又没有来 叫了很久都不出来 这个麦片虾锅很难吃哦 就不糖了哇 这个鸡蛋虎瓜不错 这个好吃 猜猜看多少钱 91块4 虾锅肉 很难吃那个 就这样的菜也有 回味美食方 还大三角的 食物一般般不是很好吃 吃饱咯 刚才在那边吃饭 这里有家技展 看一下家技展 在这个王岩法礼堂 这种生意很难做的啦 还是回家比较好 我们又来到甘邦巴路咯 面对现实 要去Family Mark Family Mark 这边有一间大维肉骨茶 我们要去Family Mark 买冰淇淋 他们认为这边的面包会比较好 感觉生意很难做的 哪里都没有人 这样的好像 没有生意啊 哪里都没有生意 一直半年看到没有生意 所以买多点 要回家咯 这班人还不要回家 还要去巴萨妈浪 这里的夜市很大的 也是马来西亚的巴萨妈浪 每个星期五都有 这就是巴萨妈浪夜市场 哇 排队啊这里 很久没有来夜市哦 巴萨妈浪 这班人不甘愿回家 这里是华的巴萨妈浪 这就是巴萨妈浪 豆水 超过超很香 很香很香 哇这里有炸鸡 鸡巴 这是什么 这边锅子 现在巴沙瓦拉很厉害 全部用 直接用车来了 他们收档的时候直接收就可以了 大姐遇到她朋友卖 冰冰冰冰的 乌渡乌渡 前面有个庙 那里有鸽台哦 那里有鸽台哦 很久没有看鸽台哦 恭喜你 那么现在的朋友来继续送上一首歌 继续 阿兰娜 我感谢了 我感谢你 那是我的 我感谢你 你们看